自己故乳 § 老船長 鼓掌 所謂何事啊 大盤在漲 我當然要鼓掌啊 各位都記得 我坐在這個地方預告 我說這一波大盤下來 會有很多阿炮 跑去找空頭總書令 為了什麼名字 空頭總書令好準喔 真的大跌耶 拗了 從去年拗到現在 終於跌了這一段 前面參加的會員可以說是血流成河 但是沒有關係 節目上要繼續的拗 因為會有新的一批阿炮怎麼樣 到港啊 對不對 舊的那一批反正已經掛了 但是你要知道 市場上永遠都有阿炮 好啦 老船長預告 這些阿炮在這邊找空頭總書令 非常認同他的言論 然後怎麼樣 股票賣光光 反手放空 注意看喔 結果這一段大漲幾百點 做多完全怎麼樣 沒有他們會員的份 看到沒有 多麼可悲啊 認同再怎麼樣 根本是應該要瘋狂做多的點 所以我說 空頭總書令害死人啊 根據我的憲報 還有不少的阿炮這一波去找他 可悲啊 我常講喔 人喔 如果你沒有這個常識喔 你是很可悲的事情 因為我們不一定有機會受教育啊 有的比如說日據時代沒有辦法念書啊 所以沒有知識沒有關係 但是人一定要有常識 什麼叫常識 各位觀眾 這個是多頭還是空頭 這個就叫做常識 而空頭總書令怎麼樣 從這個地方就開始叫人家放空了 一路上會員 血流成河 葬深古海 但是都會有新的阿炮加入 到了這一天 對 就在這一天 一堆人去找他 然後怎麼樣 被嘎死 這就是沒有常識 常識告訴我們 根本就是死啊 活啊 硬啊 用騙的 說大盤要崩盤 講多久 狼來了 我們小時候最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之一啊 就是狼來了 崩盤了沒 空頭總書令 崩盤了沒 沒有 你的會員完蛋了 手上一張多單都沒有 所以沒有常識 再說一次 很可悲啊 如果我是空頭總書令 我收了這麼多的會員 我開名車住豪宅 但是我的良心過得去嗎 這些來找我的 啊 用他們最後的一口力氣 我叫他們把股票賣光光 要反手放空 因為大盤要崩盤了 結果狂拉幾百點 你怎麼對得起這些去找你的阿炮啊 不用來找我 我不是 各位觀眾 我不是葡萄心裡 我只是分析給大家聽 在股票市場 真的阿炮非常的多啊 死了一批 怎麼樣 又會來新的一批啊 對吧 你就拿基亞來講 到了今天 還可以成交一千多張 將近兩千張 這些人喔 不去買別的股票 把錢拿來買基亞 你說 如果有一天基亞又開始跌停 天天鎖死 這些人值不值得同情 一點都怎麼樣 不值得同情 也不需要救他們 因為叫做自找的 但是股票市場就是講不聽阿 你應該好好的投資喔 不要太投機 可以嗎 不行喔 出事的時候 這個害我的阿 那個要賠我阿 政府的錯阿 我覺得根本就不用理這些人 對不對 你買四百幾十塊基亞的 你們這些人 現在笑不出來了 四百多瘦一定笑 你們這些人笨蛋 全市場只有基亞最厲害 對不對 你去買那什麼小股票 多少錢而已 我的股票已經漲到四百多塊了 走路都有風阿 現在大盤的位置在這 有機會怎麼樣 來突破前高 那又是一個波段行情阿 你買基亞的怎麼辦 你跟著空頭總輸令放空在這邊的怎麼辦 所以我說出來混喔 一定要還的 不要抱著僥倖的心態 買股票還是買有賺錢的公司比較好 而有賺錢的公司裡面 如果你可以買到那一種怎麼樣 大轉機的 我還可以原諒各位 因為你說老船長 這個投資好像有時候賺得很慢 很累阿 我們快一點好不好 我也希望快一點 但是股票不是天天都有那一種由虧轉銀到怎麼樣 要大轉機的 這種股票在一千六七百檔裡面很難找 不然你隨便舉一個例子給我聽就好 來 有沒有 老船長見鬼了 我們怎麼知道阿 你沒有去call公司 你沒有研究團隊在研究這一些 你怎麼可能會知道 因為一般的公司如果有賺錢 他就是有賺錢嘛 所以股價的爆發力怎麼樣 就不會大 這也很正常嘛 像鴻海就是這樣 對不對 老船長 這個爆發力很大 對啊 這個爆發力很大 但是你不會買 重點在這一句 你不會買 他的股本一千三百多億嘛 難不難 真的很難耶 老船長 要找那種由虧轉銀 然後有大轉機的很難找 對不對 如果說找這種的一直都在賺錢的 但是其實它有爆發力 我們也不買 所以股票市場它很吊詭的 你看這一支也是阿 很大阿 國泰金阿 這一直都有賺錢的公司阿 你會買嗎 你也不會買 台積電 你也不會買阿 老船長 真的耶 所以如果有一檔股票 它不是大型股 前提是它不是大型股嘛 因為大型股已經擺明了你不買嘛 老船長 我們真的手上也沒有台積電 也沒有鴻海阿 也沒有國泰金阿 那就對了嘛 我講的是事實 你要聽進去 那如果你剛好有買這三支大型股的 我也恭喜你嘛 為了什麼的 因為你賺錢嘛 可是你要知道喔 散戶越來越不大喜歡買這種股票 這種股票通常都是那種 我今天還遇到一個面攤的老闆阿 他跟我請教國泰金的問題阿 表示他每天沒有辦法看盤 他就把錢丟在國泰金 他問我好不好 我說非常好 像這一類型的散戶 他才有可能去買這種大型股 因為比較安心嘛 對不對 每天都在耗子裡面的 天天盯著盤的 有參加投顧的 這一些投資人阿 你叫他買台積電鴻海阿 國泰金阿 他說我會費要退掉 我參加你投顧 我還買這種股票 所以我們是很市場派的 老船長很了解各位的心態 好啦 老船長都跟你說中啦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很簡單 找那個油虧轉營 接下來有大轉機的 喔 又是比較小型的 這個各位就有興趣了 為了什麼名 因為他後面怎麼樣 爆發力 才會十足嘛 但是油虧轉營 大轉機 不是我老船長說說 就算數耶 各位自己要去摳公司 自己要去查訪 看我坐在這個地方有沒有說謊 這是一個操作股票的怎麼樣 一個態度 人生的態度很重要 因為有很多投顧老師 知道你們很懶 都不去摳公司 也不會研究 甚至都不懂 所以就在電視上 天天拿掌停板來騙你們 一直到被檢舉了 主管機關把它停牌 老師不見了 突然在螢幕中消失了 過一陣子才在出現 懂嗎 因為會員怎麼樣 慘培啊 天天跌停板 跟當初他看節目 老師坐在裡面跟他講 你要不要轉 這一支轉完你要不要轉 下一支還是大轉 天天漲停板 這種感覺好不好 每天節目的手勢 知識 語氣都一模一樣 但是我說過 其實主管機關停他們的牌 是對他們不是處分 是很好 因為把他們停牌之後 他不用再上台面對觀眾 他可以去度假一兩個月 你聽得懂嗎 這樣子其實是福利耶 主管機關傻傻的 不曉得你知道嗎 以為把投顧老師停牌是懲罰耶 搞不清楚狀況 老婆 進廣告 超級新版城 萬瓶造陣 全民輕鬆滿 超級城市SUPER ONE 超級SUPER ONE 全家真 輕鬆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 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投顧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投顧 0223898689 0223898689 頭痛 請用五分珠去聽 請用去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我剛才講到的 是所有在看我節目的觀眾 你們要好好的思考 既然這些大型股你們都沒有 你們比較喜歡玩小型股 OK 小型股裡面有很多虧損地雷 你們都不要碰 就像碰到基亞的全部都掛掉 對不對 公司你本身還是要賺錢嘛 那如果公司本身小型股賺錢 它的股價可能也沒有太大的爆發力 所以我才說你們如果可以找到那一種 從不賺錢到賺錢到越來越多的 那你要去觀察它的毛利率有沒有拉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公司為什麼可以由虧轉盈 你要有個道理嘛 你本來就是賣這個產品的 一直賣這個產品 除非這個產品 它的市場需求變多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憑什麼毛利率拉高 你憑什麼由虧轉盈 對不對 欸對呀老船長 所以如果遇到一家公司 他本來是賣這個產品的 他現在漸漸不賣這個產品 他做另外的產品 而另外的產品 毛利率很高 而且客戶訂單在擴大當中 我問你們 這樣子公司的股價會不會水漲船高 公司的獲利會不會水漲船高 股價會說話 看這邊 會不會 當然它會到達一個滿足點 這個滿足點不是你說的算 也不是我老船長說的算 是你要去研究去分析 你這家公司由虧轉盈可以贏到哪裡 EPS 未來會到哪 我不是講這個月下個月 不是喔 要看未來 股票各位不要太短視 尤其是這種大轉機的公司 他剛剛開始在轉的時候 業界都不會認同 大家也許不會發現他 因為他是小型股 可是當你給他一段時間之後 他真的產品毛利率拉高很高 他真的客戶訂單很多 因為他的產品改變了 他本來賣A 他現在不賣A這種東西了 他賣另外一種東西 你聽得懂嗎 你有沒有去摳課 有沒有去研究 如果你發現是的話 我告訴你 你挖到寶了 因為剛開始在漲的時候 大家一定不認同 看到沒有 所以漲一段主力會怎麼樣 洗盤 漲一段主力會洗盤 漲一段主力會壓回洗盤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越到後面 因為他轉型的時間越長了 就會怎麼樣 越壓不住 我說過來到這個地方 會尊重一下這邊的阿炮 這邊的阿炮 他會怎麼樣 哇 解套了趕快出 對 籌碼被收走了 各位看到沒有 量再度縮下來 導播 量再度縮 你看這邊拉下來 是不是量縮 是不是量縮 一波拉上去 現在一樣的道理 量縮 等到量一出來 又一波攻過這邊的高點 那個時候 因為可能時間來到第四季了 發現怎麼樣 他從下半年開始 就一路毛利率拉升 EPS往上竄升 你懂我的意思嗎 到了也許明年你一看 哇不得了 這股價已經怎麼樣 漲一倍 那低檔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買呢 因為你是憑感覺嘛 你這裡沒有買 這裡沒有買 你這裡沒有買 叫你在這裡買 你一定不敢買嘛 散戶都是這樣子 尤其是怎麼樣 在這裡又在洗盤沒有漲 這個不會漲阿對不對 幹嘛買它呢 這可能已經是高點了 散戶會這樣告訴自己 可是喔 一旦 拉升又過前高的時候 散戶才怎麼樣 驚覺過來 開始要追 所以每一個波段 散戶都會怎麼樣 注意看 哇 追高 殺低 追高 殺低 追高 殺低 你們在股票市場 永遠都是如此的宿命 因為你不會去研究公司的基本面 你這家公司經過大轉型之後 你最終你EPS明年會到多少 你不要問今年嘛 明年你會到多少 喔 如果你明年可以到兩塊三塊 那你現在股價是便宜還是貴 就知道答案了嘛 做股票一定要有這種心態 不是每天盯著股價來看 你不相信今天有多少阿炮 來 925張又被人家吸走了 誰吃走的 全部被收走 在這邊 他的目的就是要怎麼樣 把這邊 沒有賣掉的最後的阿炮 拉上來 在這邊怎麼樣 全部收完之後再上 他不會拉高 讓你們這些人出 你放心好了 在這邊洗完之後再上 老船長你這麼有把握 然後再上 當然啦 因為公司我們有在研究 毛利率的確怎麼樣 大幅度要升 他以前是做這個東西的 他現在做另外一樣東西 另外一樣東西 他的客戶來源越來越大 EPS一定會怎麼樣 往上爬升的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你看我們來看月線 各位注意看 這是月線 這個是兩年多的大底 你注意看喔 兩年多的大底 剛剛上來 來到這個地方 非常凶悍喔 你自己看喔 有沒有 這個月帶亮喔 所以必然後面會有高點 那如果說你更大的格局來看 這是五年的大底 一二三四五 五年的大底 尾的沙列米 你把這個高點 跟這個低點除以二 它會落在這個頸線 這邊一旦突破不得了 注意看喔 你眼光要放遠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實力 你就看他公司 能不能脫胎換股 目前看起來 就是往這個方向走 我喜歡把話講在前面 我不喜歡用貼紙遮起來 各位在我的節目有沒有看過 每天弄了一堆貼紙貼起來 幹什麼 怕人家知道是不是 有本事的分析師 打開來讓大家看 我也沒有把它折起來 沒有 我也沒有用立可白塗的亂七八糟 通通都沒有 我有沒有比喻說 這一檔股票叫什麼菜 什麼菜 紅燒豬肉啊 又怎樣怎樣 你們有本事 就直接開牌 讓怎麼樣 大家來看 我開牌給你看嘛 對不對 從這邊就開牌給你看 你不相信嗎 我這邊還先預告你喔 要噴出去喔 我先預告你喔 當然 由這個主管機關 他有規定一些事情 就是說 我們分析師能夠講的 技術面啊 基本面 我在這邊交代得很清楚 但是有一些事情 我在股市超過二十年的 我是不能夠坐在這邊講的 因為主管機關 有可能會挺我的牌 各位觀眾 你們懂意思嗎 在我心裡面有那個底 消息來源 我認為非常的可靠 也就是我跟各位比的那個樣子 看我節目這麼多年的觀眾都知道 我老船長從來不會說我的股票每一支都賺錢 我不敢這麼說 但是呢 我相信 做十檔股票 能夠賺個八檔就很厲害了 但這個八檔不是用貼紙貼起來折起來立可白 用騙的不是 每一檔我在操作 帶會員 分析給觀眾看 我都是怎麼樣 直接開牌 給各位 來印證 這家公司本來就是一個大轉機的公司 從虧損到賺錢 到毛利率拉升 到怎麼樣 我認為它未來會賺很多 因為它做淨水器 水資源的這一塊 絕對是怎麼樣 趨勢 你們真的不要忽略掉它後面的爆發力 現在不漲是因為它在這個地方洗盤 每一天都會有散戶 看到不漲就賣出來 請問這些在平盤下所有的籌碼 誰收走 我告訴你 內行人都知道 在等什麼 在等這邊的阿炮 最後的阿炮 在這邊洗完之後 就會噴出 因為這邊被鎖碼 被鎖碼 你看到這邊的量再也放不出來 你就知道 量放不出來 在最後的洗盤就是要洗散戶 只有散戶看不懂 因為散戶是憑感覺在做股票 這支賣掉了 趕出 趕快出 對 所以每一次你賣掉之後大漲 你就很懊惱 然後後面你才要來追 我把你的股票人生已經講得很透徹 手上 注意聽 既然我一直都開牌 我是國內唯一不遮眼的分析師 唯一一位喔 手上有續品的觀眾 請你注意喔 只有今天這一次喔 手上有續品的觀眾 你不是我的會員喔 你有3325續品這檔股票的 觀眾 你今天一定要打電話來我們公司 你不要問為什麼 你一定要打就對了 你如果電話沒有撥通 明天我絕對不讓你打電話進來 我希望你要把握住這個機會 耐心的把電話撥通 我們會有事情要告訴你 你聽得懂嗎 還有這個地方我最後一次警告 再亂賣阿炮 你後面會痛不欲生 五四 會員就不用三八打了 非會員趕快撥通電話 明年同一時間 再會 拜拜 拜拜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師說 大家都要減門減碳愛地球 所以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耶 我家都要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需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啟發頭部當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諮詢這件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2389-8689 02-2389-8689 有了鵝排氣密窗